近期,郑州市动物园内的一头非洲象飞飞突然发病,牵动着众多人的心。 7月7日,记者了解,目前飞飞的病情不容乐观,吞咽障碍严重,无法自主进食,只能靠输液维持生命。 他一天正常情况下要吃将近300斤的饲料,可是目前就是到今天食欲可能一点也吃不了了,然后目前只是仅仅靠这个树叶然后去维持,所以目前的这个状况非常糟糕,现在液体即便是40个人的量在树,80多瓶,4万多毫升。 原方介绍,飞飞为雌姓,是非洲象,出生于2004年,今年17岁,2008年引入到郑州市动物园,性格温顺友善,深受市民喜爱。 今年5月27日,飞飞突然出现不自主导卧的情况,对大型动物而言,不自主导卧是一种非常危险的信号。 在刚开始的时候,导卧的时间持续了十几秒,到后面就是一分钟,三分钟,六分钟,十二分钟就这样,然后一直到6月24号上午,然后就导卧之后呢,到现在再也没有站立起来。 然后自那个飞飞导卧之后呢,我们就立即成立这个飞飞的这个治疗领导小组,然后我们一邀请国内的专家,还有这个省内的这个专家,然后对这个飞飞进行这个全方位的进行一个会诊。 会诊后,动物医护专家得出结论,飞飞为幼后肢运动系统,生长发育不良,由于年龄,体重,繁殖合拢等因素的影响,幼后肢负担加重,并出现了较强的应激反应。 通过观察发现那个飞飞呢,幼后肢不能承重,就是旋体时间比较长,即便是走路也是以过性的,就是不能长时间就是朝地。 另外他那个右侧臀部的肌肉,猥琐得比较厉害,最后那个专家得出呢,是这个幼后肢运动功能障碍。 原方发布飞飞生病的消息后,社交媒体评论区里,不管是儿时看过飞飞已成年的姑娘,还是近期带着孩子看过飞飞的家长,都纷纷为飞飞和炎炎夏日,24小时守护在其身旁的工作人员加油,希望飞飞早日康复。 很多人都在鼓励,然后祈祷,所以说我们也很感动,但是我们也会拼尽我们的权力,然后权力去救治,到目前为止已经进行十几天的抢救,但是飞飞的状况不容乐观,现在就是全身浮肿,然后就是呼吸频率和心率,体温,居高不下。 公开信息显示,非洲象在2008年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,并为物种红色名录中,在13至14岁性成熟,寿命可达60至70年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